所以這就是有心跟沒心的差別啊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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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聲控的啦 這一個造書就是當時他發現 日本覺得台灣要併入國土 那他下了一個造書 這個就是明治憲法 當時為什麼要下這個造書 他對我們台灣的歷史地位影響非常重大 1945年的4月1號頒布的明治憲法 在這一刻呢 他讓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地圖 這是哪裡 日本嘛 然後這是哪裡 台灣 那這一個是日本的地圖 日本地圖 所以台灣已經併入到日本的國土裡面了 有沒有 在4月1號這一天 1945年 那這一個呢 當時的報紙 他賦予台灣什麼 參政權 那也下達了徵兵令 所以這代表說 當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時候 他有一個什麼樣的意義 大家回到之前我講到的下關條約馬關條約 大家知道在簽訂這個條約的時候 是不是將台灣跟澎湖割安給日本 但是他還割了一個地方 他割了哪裡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 就是當時 大清國的奉天 那奉天是他們的什麼 他們的起源地 大清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在下關條約馬關條約簽訂的時候 有包括了 當時的奉天 遼東半島 這時候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三個國家出面抗議說 會不會喔 黑喜 大清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們的起源地 怎麼可以被割讓 所以日本說 好 那我就遵守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 我再把它 簽訂一個 遼南條約 日本又將遼東半島 割還回去給大清國 那這個 就叫做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已經有先前的案例囉 那台灣呢 並入日本 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之領土 的意義就是 不可以被割讓嘛 那我們在 馬關條約 剛剛看到的那張土地權狀 之後 是不是也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再將台灣割讓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 屬於 日本天皇的 對 那 時間 錯亂在哪裡 大家 剛剛看到 是不是1945年 1945年的時候 下達了 明治憲法 然後 頒布了 招書 但是呢 41年的時候 台灣在做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了 所以這時候呢 台灣人 你想 世界大戰的時候 你還有時間管 頒布 憲法 頒布招書嗎 你要做什麼 逃 逃 逃命 躲都來不及了對不對 你還有時間去管 你還有時間去管說 今 我們是不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沒有時間多想 再加上 還有一個重點 在1945年的時候 9月2號 日本戰敗 投降 那剛剛是 多久 1945年 4月1號 然後這個是 9月2號 幾個月 對不對 幾個月而已對不對 日本 就戰敗了 那 請問 大家會有記憶嗎 是不是很微保 很薄弱 就在這裡 不用懷疑 這塊領土 就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只是因為 他當時的時間 太過於薄弱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因為 當時戰爭 然後大家 沒有那個記憶 然後 9月2號的時候 麥克阿瑟他頒布了 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頒布了這個時候 他打算什麼 將日本 五馬分屍 為什麼要將日本 四分五裂 因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帝國 是不是很強 還偷襲美國珍珠港 那有沒有很厲害 美國會怕嗎 美國會怕了 那他現在 好不容易 我投了原子彈 我打贏了 我是主要戰勝國嘛 我有權分配你日本的領土 這時候 我怕你再度崛起 我要做什麼 我把你五馬分屍 北方四島 由俄羅斯代理佔領 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 有現在的日本政府 琉球 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呢 台灣是當時 日本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麼強盛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 台灣因為被當時 八田與一有沒有 治理成 魚米之鄉 一年三收 物產豐饒 所以成為日本 他當時 戰爭時的 大米倉 那麼重要 位置也重要 然後經濟也很重要 那要交給誰 其實 美國那時候 他沒想到很多 他好像比較單純 華人應該會善待華人 語言比較能溝通嘛 所以他將台灣跟澎湖委託 蔣介石集團 來代理佔領 就是在這個時間 就是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所以 因為這樣的分配 台灣才會到現在這個狀況 那他這個過程 你看1945年10月25 交戰國的佔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台 這個時期啊 大家知道 在這個時期之前有兩個月 台灣是沒有政府的狀態喔 那請問 一個國家沒有政府的時候 會怎麼樣 亂 啊這時候我們要幹嘛 搶銀行 然後 要幹嘛 搶包包 要不要動亂一下 沒有警察沒有政府嘛 然後能搶就搶嘛 對不對 可是呢大家知道嗎 在蔣介石集團還沒有來台灣 前兩個月 台灣沒有政府 什麼事都沒發生 兩個月的時間 台灣沒有政府的狀態 台灣人成立自衛隊 自己好好的管理自己 沒有動亂 沒有搶銀行 沒有搶全聯 為什麼 因為50年的日治時期 他造就了台灣人的文化 大家剛剛是不是有看到幾張圖 有沒有跪著讀書 有沒有培育了很好的初級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所以台灣人那時候是很自製的 很自愛 而且已經有相當高的文化水平 那大家知道 是不是一直 我一直到現在都有強調一點 中國跟台灣的文化落差 差距這麼大 那中華民國他們是什麼 來到台灣他做什麼 那個兵啊 他就去那個雜貨店喔 就買了一個水龍頭 然後回家 就把牆壁挖一個洞 然後把水龍頭插進去 轉開 怎麼沒水啊 怎麼沒水 然後還回去罵那個 雜貨店的老闆娘你給我騙 他連水龍頭的水怎麼出來了都不知道 這樣文化落差有大嗎 那這樣子要怎麼控管台灣 用什麼 武力 可是台灣那時候還能接受武力嗎 台灣的人啊 那時候在那個日治時期 已經接受這麼大的文化教育水準已經那麼高了 我們就沒有辦法忍受的 所以那時候發生了 228屠殺事件 你看1946年1月12 將台灣人民集體強迫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所以剛剛之前我是不是有講 日本人 他想要將台灣內地延長 然後納入為自己國土的時候 他有沒有給我們思考期 兩年的思考期有嗎 但是中華民國呢 他直接就發了你們現在這張身份證啊 對行政命令 你們就領啦 台灣人 講講賣 就領了 要做他的國民 結果他怎麼屠殺你 四萬塊換一塊 當時 大家知道陳怡嗎 他來到台灣呢 發現哇 台灣好有錢喔 台灣當時有多少人口 六百萬人口左右而已 然後 是不是物產豐饒 一年三收 那只有 擁有這樣子的人口的時候 台灣 他是非常的富有 每個人經過日治時期的 每個人有地啊 然後吃到飽穿暖暖 那當時是發生什麼事情 中華民國他當時在跟 自己自家在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是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國共產黨 他們自己在自家在國共內戰 這就是國共內戰 那國共內戰 台灣代表什麼 要不要錢 那好不容易看到台灣這一塊寶島 要不要搜刮一下 將你台灣所有的物資 搜刮運送到 支柱他國共內戰 造成台灣的什麼 物價通膨 他再給你四萬塊換一塊 三七五檢株 大地主變小地主 公然掠奪台灣人民的財產 你沒辦法抗爭啊 這時候呢 日治時期他是不是 剛剛是不是有看到成城坡 他培養了台灣那時候 相當於有兩萬到三萬人的 精英知識分子 裡面老師律師博士 很多他們啊 完全可以組一個政府 他們有堅強的那個議會 沒有問題 他們知道佔領全國 你不得移轉主權 你做的事情都是不合法的 他們要抗議抗爭 那沒有文化水準的 他不會讓你抗議啊 我也不跟你法律來啊 我直接屠殺 成城坡就是 有一天從車站下來 然後呢 就在車站的門口 被綁起來 那個手 就被鐵絲穿過去 然後跪著 然後就在車站的門口 砰 就殺掉了 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 他不需要解釋 但是 這就是 228的屠殺 他將我們兩萬到三萬人的精英 全部屠殺掉 我原本是政治能感 我在讀歷史的時候 讀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捏造的歷史的時候 228事件 是不是輕描淡寫 有不 我不知道原來 清洗台灣人的記憶 是這麼的心痛的一件事情 當我知道真正的歷史的時候 你會很難過 你會有感覺 喔原來 他是這樣子 屠殺我們的精英的 把你兩萬到三萬人的精英屠殺完之後 開始了 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 全世界 歷史上 最長的戒嚴 白色恐怖 戒嚴時期 38年又56天 沒有一個國家這麼長的 反正我就讓你不要講話 你這些知道的人 我全部殺光光 你還有記憶的 還想要坑聲的 我戒嚴時期 你若是敢說 你暗時就不去 就這麼恐怖耶 有恐怖嗎 所以你知道我們 在跟老一輩的 比較年長的 我們在跟他講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他們都會怕耶 我們民政府裡面啊 有很多比較資深的講師 他們都還是 228的受難者 家屬 所以這時候 就是這樣 惡性通膨 行政 立法司法 三權級一聲 官僚作風 跟日治時期 的紀律嚴明 高行政效率 形成強烈的對比 這樣有恐怖了 所以 後來又發生了 連美國都想像不到的事情 美國沒有想過說 他會打敗耶 那這沒效 國共內戰還戰敗 當時國共內戰戰敗的時候 中華民國 他的首都南京 被趕出去了 他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 離開他的國土 一個政府 在當下 他就成為什麼 流亡政府 這就是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的由來 他成為流亡政府的時候 請問他可以去哪裡 他就要找地方安身 美國也有替他問 菲律賓啊 哪裡要不要收留他 人家都不想收留他 有的還提出說 三個月 那不然你進來 然後三個月你就要離開 不可能嘛 時間太短了 那只剩下哪裡 可是台灣呢 他也覺得說 美國他後來發 發現這些事情 228事件 強迫換國籍 沒有尊重台灣人的人權 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美國他也有想過說 把中華民國趕走咧 可是為什麼他來不及做 對 韓戰爆發 這就是 1950年 韓戰爆發 美國他要反共 他要去打仗 他沒有那個多餘的心力 再來管台灣 那時候台灣 因為中華民國 雖然他是流亡政府 但是他跟美國有個共同的立場 什麼立場 反共嘛 所以 因為他們的政治利益 因為韓戰的爆發 因為韓戰的爆發 所以 美國犧牲了誰 犧牲了我們台灣人 所以在1952年4月28的時候 我們簽訂了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啊 當時我上初級班 我不是有跟我朋友分享 他也問我呢 他說 欸你們 我就說你被人騙了 你那個舊金山和平條約啊 你沒仔細看喔 那個第二條啊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的請求權利了啊 那你怎麼還會說是日暑呢 為什麼 因為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的第二條聲明 日本 承認朝鮮獨立 放棄台灣澎湖 的主權權利 那叫做什麼 管轄權 他放棄主權權利 但是他還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再加上 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 並沒有放棄 這一張 他沒有簽那個 我們剛剛是不是 我有讓大家看 馬關條約 他是不是有寫 台灣 全島 然後以及 澎湖 哪裡哪裡哪裡有沒有 這條約 有寫嗎沒有 所以他不是土地權狀 他只是放棄了管轄權 今天 我們這塊地 我們有地主吧 這個地有人的吧 那我們在這裡上課 然後台灣民政府 在這裡使用 我在這裡講課 那地會是我的嗎 不是吧 有地主的吧 他有土地權狀嘛 一樣的意思 他只是放棄了管轄的權利而已 所以 這一條的意思是這樣 我當時 不會回答啊 他問我 我就點了 說我不知道啊 不過 我知道一定有人知道 現在我知道了 所以 主權權利 主權義務 它稍微有點深 但是如果你們讀新台灣論 你們就會很清楚 但是這時候又有人問啊 三個公報 美國也常講的 開羅宣言 不資坦公告 日本祥書 這是什麼意思 單方面的認知 單方面的宣言 他說 都說台灣要還給中國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 所有的小孩都在搶這顆球 那這顆球 他們都說是他的 可是這個 這顆球的發票在我的口袋裡 那球是誰的 誰買的 我的嘛 球是我的吧 發票在我手上嘛 應該是齁 絕對是嘛 怕我撿到了喔 我買的啊 我花錢買的喔 不是扣到的 所以 土地權狀在誰手上 就是在日本天皇的手裡 那 三個公告都說 你們在打仗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欸台灣 你要還給中國 台灣要還給中國 日本同意嗎 不同意嘛 沒有同意啊 也沒有割讓啊 也沒有放棄啊 那怎麼會是 中國怎麼會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當時重馬關條約 土地權政 一直在日本的天皇手上 這樣了解了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亂真欺騙台灣人 69年 我們的台灣媒體 大家有沒有疑問 台灣媒體有沒有人想過 欸為什麼你們台灣民政府不打廣告 有沒有想過 初級班的大家一定都有想過 我們現在的體制是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它叫做台灣管理當局嘛 那今天 既然是管理當局 所有的東西是不是都在他控制下 包括什麼 媒體 那今天一個 媒體好來訪問你好了 我訪問你五分鐘 回去之後我隨便剪一剪 剪成兩分鐘 我上了新聞 上了新聞之後 欸 我們台灣民政府看到 好像沒到啊 打電話去抗議 你怎麼可以這樣賣報啊 他下架了 還會扶 沒扶了吧 已經播出去了沒有 他今天 要幫你報你的報導的時候 他要考慮誰 還有他的立場啊 那今天 都是在流亡政府的控制下 他會真的如實的要去報導你嗎 很多人會說 台灣有言論自由啊 有多自由 大家不知道我們被封鎖的很徹底吧 為什麼 大家叫北韓嗎 北韓我們 旁觀者在看北韓 有沒有很恐怖 你是不是無法想像裡面的人 哪也都不在外面的世界啊 為什麼他們可以被封鎖的這麼徹底 那我們台灣咧 別的國際間的國 國際的上的人在看我們台灣呢 一樣耶 那我問大家你們出國 會不會去國外 讀台灣的歷史 不會吧 會不會去國外查台灣的歷史 不會嘛 會喔 那就查得到台灣真正歷史對不對 對不對 國外的基督教的教義的文獻 還有國外的網站查得到228的紀錄片 台灣看不到喔 你會去看嗎 你以前台灣人你出國就出國玩吧 會去查嗎 不會 誰會去關心台灣真正的歷史 我也不會啊 那為什麼他不能封鎖 可以啊 你也不會去查啊 誰會去關心 所以他怎麼報 讓你讀什麼樣的課本 你就相信這個就是真的啊 就跟北韓人一樣啊 所以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 只有捏造的歷史 然後我們拿他的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去投他的議員 選他的市長 就代表什麼 你要做他的人嗎 你怎麼做中國人 你要做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人嗎 他都沒有領土了耶 他只剩下金門馬祖 然後還有現代的平坦 小小的 那體制內的政黨呢 國民黨 民進黨 台聯黨 還有什麼黨 親民黨 新黨 這些的黨 是不是全部都在 體制內 全部都是在管理當局體制內的政黨 民進黨他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嘛 前面還是中華民國啊 那他說台灣要台獨 為什麼阿扁他上任之後 要台獨變成四不一沒有 傷了多少民進黨的人的心 是不是 為什麼上任之後才知道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嘛 所以台灣就是國際地位未定論啊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包括你們看到的那些立委 他們也不一定知道真相 因為他們都是體制內的政黨 這就是欺騙 很可怕 所以有一個故事喔 我覺得很像我們 大家知道 世界上跳得最高的是什麼動物嗎 跳蟒喔 我才有笑啦 因為啊他可以跳比你身高還要高一百倍 所以他科學家就做了一個實驗喔 你把跳蟒有沒有放在桌上 然後你就拍他就會跳嘛 你再拍他會跳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拿一個蓋子 把跳蟒蓋起來 你再拍他跳的時候他會撞到哪裡 玻璃 然後撞到玻璃之後咧 頭會痛嘛 暈了 那你再拍 他也是翹啊 我跳低一點喔 我跳低一點就不會撞到了對不對 然後你再拍 他就跳低低的 都不會撞到 那你就把蓋子 越換越低 越換越低 然後等你換到快接近桌面的蓋子的時候 你再拍 他感覺說你很煩耶 我用白的可以嗎 我用白的我不要跳啊 因為太矮了 我懶得跳了我不要跳了 然後等你把蓋子拿起來 沒有蓋子囉 你再拍 他就用爬的 變爬早 不會跳了 所以啊 原本大家都是跳早 現在都變什麼 爬早 什麼 習慣了 中華民國 當你們出去啊 剛開始人家跟你們講的時候 台灣 日暑美戰 台灣真正的國際法理地位的時候 你會想什麼 自我設限嗎 而且 再加上228跟白色恐怖 我們很多年長一輩的 他已經習慣了 你講 你不能講話 你怕被抓啊 就是你講了 他就自己爬 你講了他就自己爬 然後你到最後都用爬的 你不想思考了 你覺得現在的生活過得不錯 可是你們知道台灣人的生活 還可以過得多好嗎 他知道南海的石油嗎 嘿 那是誰的啊 在台灣的嗎 那個美國不能開 開採不敢開採 中國也不能採 日本也不能採 誰可以採啊 台灣 可是為什麼台灣不去採 因為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 如果台灣國際地位定論了 欸台灣現在也才2400萬人口而已啊 這樣以後大家要不要戴那個阿拉伯的那個帽子 要不要 空間啊 他就很有錢啊 生活就可以過得好啊 所以台灣國際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要爭取 不要 不要做趴走 在 我們的思想啊 真的要認清楚 人家在跟我們講什麼的時候 我們不要想說就是自己的想法 我想說 我現在的生活不好 啊我為什麼一定要改變 因為跟你都有切身的關係 你一定要改變 你才會知道說原來外面的世界更好 這世界很遼闊的 所以你現在 聽聽之後上了這麼多堂課 你還敢相信你眼睛看到的就是真相嗎 我們現在看新聞 他們在報的東西 你還相信你還敢相信嗎 政治啊 台灣它就是一連串的假象 連歷史課本都可以捏造了 從來沒有教你真正台灣的歷史 很可怕呢 我也不曉得原來我生長的環境 這麼恐怖 那我們是不是終於有人發現了 大家有看到我們的秘書長對不對 林志生 他在2006年的時候 他率領228名228事件的受難家屬 去提高美國政府 他說我發痕啊 你給我騙 你要騙多久 我現在要告你 你要給我們台灣人 主權 這時候呢 還好啦 他有堅持為台灣走出一條路 你知道我們的林志生 秘書長林志生有多辛苦嗎 他讀大概原文書吧 疊起來 可以比我還高 原文的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然後關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裡面 然後都吃什麼 罐頭 然後半年多都不出門喔 都沒出去喔 都是朋友給他 送東西給他吃 他就從那些原文書裡面 去找到台灣真正的法理地位 然後去提高美國 所以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 美國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無國籍多可怕 我今天如果嫁給了一個費用 我會是什麼 我會是女費用 對 對啊 因為我沒有國籍啊 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是沒有國籍的 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我們現在是 流亡政府控制下 生活在政治戀獄當中 從 陳怡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接管台灣耐克 他們就有計畫性的 將所有的本土台灣人 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我們那個 潘獎師的課 應該有教你們看 身份證後面那個條碼有沒有 沒有 呃 大家知道我們身份證後面 有一個透明的 碼嗎 對 摳一摳是透明的 好不好 對 對 對 喔 對啊 那為什麼要做透明的 對不 對啊 為什麼要做透明的 當然他今天一定是用這樣的話來告訴你啊 就跟我們讀的歷史課本一樣 今天啊 除了在場的各位 有在了解台灣真正國際地位之外 你們在進來上課之前 跟外面的人是不是都一樣 你相信的是誰 中華民國 包括護政事務所所有的人 他們也都不知道 身份證後面的條碼到底要幹嘛 沒有人知道 這就是機密啊 如果有人知道 台灣人不會到現在還需要你們 來這裡上課才會知道台灣真正國際地位嗎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們跟北韓人一樣 為什麼我們被封鎖 這就是重點 你在進來之前 你就是被封鎖的 你所有真正 理解台灣真正國際地位 本土台灣人真正的國際地位 都是被封鎖的 所以能夠來到這邊了解自己台灣人真正的身份 是一件很可貴的事情 被洗腦了 包括外面的人 他來叛變你是 是不是本土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中國人他可能考試給你多個幾分 讓你做高級公務員啊 這就是有計畫的把你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啊 我們都不知道啊 那你包括馬英九 哈佛都不一定是考上的耶 所以呢 很多國際間的事情 我們現在知道了 我們要有智慧去判斷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外面的人不知道 我們就有義務要告訴他們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使命 你最起碼要知道本土台灣人自己真正的歷史吧 對不對 你清醒了別人還沒清醒 所以我們是依照 國際法戰爭法舊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憲法首次 向征服者 美國提出告訴 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他放棄抗騙權 他放棄抗騙權就代表說 你說的都是真的 你說的都是對的 我承認 可是承認之後呢 應該要做什麼 擱置本案待審耶 為什麼沒有把執政權還給我們 奇怪齁 因為美國說 好你發行啊沒關係 不過我幫你問 我現在把流亡政府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你有人嗎 你敢有人可以接掌政權 沒有吧 你敢有政府 有啊我們有228那些精英 不過沒有啊 不去了 那你怎麼接政權 好我公平 當時流亡政府中華民國來接管台灣的時候 台灣是600萬的人民對不對 他帶了1000名公務人員 那台灣現在有多少人 2400萬 差不多2400 那1比6 4比24 所以他要求你訓練4000名公務人員 你敢有貴婚 公平嘛 不過分嘛 我公平 公平對待嘛 所以 你訓練4000名公務人員 我就將 政權還給你 所以 各自本案待審 現在應該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不是1月底 要再提出高數了 對 就是告訴他我們 人 夠了 訓練好了 你要把政權還給我們 對不對 趕快還 太久了 六七十年了 等不下去了 所以 身份證大家都有辦了嗎 沒有辦了趕快去辦 這一張身份證啊 在 2015年的1月1號 已經有194個國家通用了 如果有出國玩的就試試看 然後我們的旅行證件也快下來了 到時候呢 在場所有的人 你們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很多人蜂擁而來 跟你們要辦身份證 然後問你們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所以你們 要比外面的人頭腦都還要清楚 因為人家會問你們你們現在的問題 大家了解嗎 不懂得 法理很深 你難不辦 要讀新台灣論 你們的答案 都會在裡面 我當時也是 我即使上完了高級班 我點之前訓練我都點招完了 我還是不太懂 因為法理深嘛 所以一定要讀新台灣論 它裡面會有你們的疑問 那大家知道中華民國要離開台灣 這個圖 它代表了台灣參加了多少個奧運 那請問上面有台灣嗎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你們所有的人都看不懂 它就沒有台灣啊 為什麼它可以代表台灣 台灣 台北也不是台灣啊 對不對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六七十年來沒有人知道說 喔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然後這個東西 不等於台灣 它沒有台灣兩個字 大家不知道台灣兩個字有多重要 所以 他要走了 他現在在做什麼 裁軍 行政院廢子案 平潭島 國共和解 大家有沒有上網去Google一下 有吧 這個是什麼 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要裁軍嗎 他不用保衛自己的國土嗎 要吧 那他把軍都裁一裁了 那國土誰來保護 沒有人保護對不對 因為他要走啊 他為什麼要裁軍 因為流亡政府在國際間 他不能擁有超過12萬的軍隊 因為他只能擁有自衛隊 因為他已經是流亡政府了 他如果擁有12萬以上的軍隊 他就叫 國際間就叫做恐怖組織 所以他必須裁軍 美國跟他講 好人壞人啊 那你要裁軍喔 你要把你的人數降到自衛隊喔 那不然你就是恐怖組織 所以他要裁軍 這樣新聞會看了嗎 不正常啊 而且上網都查得到不正常 可是沒有人有疑問啊 為什麼不正常啊 那上網打一下 行政院廢紙案 他還不是一兩條喔 啪 大家有沒有看到爬一堆 什麼什麼廢紙 什麼什麼廢紙 一堆 一個正常的國家會這樣嗎 廢紙這麼多的條例 然後你隨便點一條進去 軍一舉組織條例廢紙 有沒有 有很多的跡象啊 你要會看 要懂得早 平潭島 他原本是一個什麼 小漁村 小漁村 你看喔台灣建設到現在啊 六七十年也就這樣 一個平潭島啊 兩三年從一個小漁村 他可以蓋成怎樣 他想要複製台灣 有漂亮嗎 有漂亮喔 這他們的建設藍圖 台灣啊用核能啊 他們自己的要退 撤退的家鄉用什麼 風力啊 發電 一支要幾億耶 誰的錢 另一個錢耶 你們繳的稅金耶 都拿去蓋他自己的家鄉耶 蓋他自己的家鄉拿命蓋了喔 拼命建設耶 因為他知道不久就要撤退了 平潭島還獵財 我當時有一個疑問 我就想說新聞在報啊 我爸爸喔 那時候他還不是很相信 我就轉過去問他 我說 爸我問你喔 為什麼啊 台灣的人 可以去平潭島當官啊 為什麼 我爸爸是政治狂熱的人 然後我就問他 他之前都跟我辯論喔 講的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問他 爸你看新聞 他說台灣人可以去平潭島當官 我們怎麼可以去當中國的官 你知道我爸說什麼嗎 他轉過來說 我跟他說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啊 為什麼 他也覺得很疑惑啊 其實我有點感冒 我覺得我到極限了 可以原諒我嗎 可以 所以平潭島 了解嗎 69年來 我可以喝水嗎 可以 好 我喝一點 所以69年來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大家看到這個 當時看到這個 我們就想說喔 太陽花學運 反服貌 大家知道那些學生 有多少人有看過 真正的服貌的條文 有多少人看過 Hello 有多少人看過 裡面有沒有寫到台灣兩個字 沒有 可是呢 盲目的抗議 想說要為台灣爭取一條路 可是他們抗議是對的嗎 EKFA服貌 然後 誰在跟誰簽 中華民國 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的 國共和解簽的條 條約 他們自己國共和解 他才可以回到平潭島啊 跟台灣人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耶 他還要被這樣子衝倒在地上 有沒有很可憐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本土台灣人真正的地位是什麼 越南大暴動的時候 中華民國可以為我們做什麼 發帖子啊 我是台灣人 就這樣啊 所以 對啊 你看台灣現在怎麼 很可怕啊 是不是很可憐 那我們是不是要跟更多的人講 台灣真正的法理 大家頭腦要很清楚 重要的史冠 你一定要導正 把台灣的歷史導正啊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使命 大家的觀念改變 行動改變 習慣改變 命運就會改變 大家相信嗎 有看過 這個 秘密 他是一本書 他在講的就是吸引力的法則 知道嗎 宇宙間的能量 今天我就要想說大愛 我覺得你們每一個人都會很幸福 很有錢 然後我自己就很有錢 因為我也在裡面 你用一個大愛的法則 去想 為台灣人做一點事情 台灣現在 交通亂不亂 水土保持也很亂吧 我們本來不是一個 FORMOSA很美麗的島嶼嗎 為什麼變成現在這樣 歐洲每一個國家現在都在倡導綠能環保 台灣 就永遠都還在政治利益下鬥爭 今天我要開發這個土地 我要做工業區 工業區都已經 都廠商都已經沒有再使用了 那麼多的空的廠商 廠房在那裡 他還要再蓋工業區 為的是什麼 就只有錢而已 我有只有利益而已 有真正的在為台灣著想嗎 水土保持做好 規劃好 什麼地什麼地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是不是以後我們應該為本土台灣人做一些這些事情 那我們每個人都是天使 善沒有理由戰勝不了惡 只要我們可以像黑手黨組織起來 意思是什麼 惡人是不是就比較厲害 可是因為天使們太善良啦 你為了翅膀不要被折斷 你就要跟壞人一樣團結啊 等你團結起來 我們就可以打敗黑手黨對不對 對 那要不要團結 要 是不是使命 是 好今天的課到到這裡 謝謝